Leo聊世纪 天天的呼吸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来看2比2 团战 这场比赛是由天才少年 Hart 对上Hero 还有道腾的对局 这四位选手 想必我们频道的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 都是世界顶尖的玩家 这里的话应该都是世界前十强的玩家 都聚集在这了 我个人觉得前十强可能都在这了 先来看一下玛雅人 这边的文明特色 那玛雅人在阿拉伯特色 是他的黄金 跟石头可以再产生更久一点 这个效果 让他在前期跟中后的时候 会获得一个不错的加成 尤其是前期吃这些野味 也可以吃得再更久一点 那玛雅人呢 他的工兵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在团战来说 会比较适合打工兵路线 工兵路线很省 通常数量上可以打赢对手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的队友 法兰克人 这边是Hart的选择 那法兰克人呢 跟玛雅的路线其实有点像 都是可以快速承袭 自己的所有单位 那法兰克人 拥有前面的吃果子的加速能力 而且他的农田科技也是免费的 所以也不要耗费太多资源 去点农田科技 自己的雪球赔滚的再更快一点 那他的游侠呢 后期也是著名的192游侠 也是相当实用的 但是他有个弱点 只要一断金的话 产出轻奇兵 甚至会打不赢对方的弱 甚至会打不赢对方的弱 因为这个轻奇兵 只有72滴血 并不是80滴血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藍方 这边是Hero 选择的文明 选择了伊索比亚人 那伊索比亚人呢 那伊索比亚人 也可以让他更快产生弓兵出来 重点是他的弓兵的射击速度 是游侠一面最快的文明 射速之快 可以说是不弓兵之鬼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大约2点钟方向 道特选择的文明是乔治亚 那乔治亚人呢 算是DLC文明 取代法兰克的一个特色奇兵文明 因为他的奇兵单位呢 每7个莫纳斯帕 或是7个骑士 都可以增加1点莫纳斯帕的攻击力伤害 所以后期如果城堡能迅速亮起 晒起来打莫纳斯帕 是可以很有效的反击对方的游侠的 那这是比较偏中后期的事情 那前期的部分呢 还是要多号自己的提示单位 去做骚扰跟亮晒起来 会比较好 那乔治亚人呢 开局会给罗策的关系 所以他一开始喔 资源上是会稍微省一点点的 而且现在也不扣资源的关系 节奏也不会像以前 乔治亚刚出来的时候这么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封建时代 会怎么去选择开局 那这边看到道德这边是点下了封建时代 这边是有偷支部吗 好像有 想到奇怪 为什么他没有在研发支部的感觉 好 那Hira这里没有偷支部 打一个正常开局 我们来看一下Hira这边的工兵是怎么开的 这边是选择了开采矿地 很正常的 跟我们的会员频道里面的教学一样 不盖模仿 只盖采矿地 然后马上补了一个军营 然后单伐木场 8个人伐木 最近我们的会员影片呢 是主要是做教学的 方便让大家去学习喔 那我可以帮各位统整一下 所有的这个 四季帝国的战术教学 但是由于最近工作比较忙 没有办法做出太多的这个教学影片 哇靠 结果这边偷支部被偷了这么多村 这什么意思 开局被偷了三村 道特偷支部偷过头啦 剩下封建时代还没有马上补支部 尴尬了 道特你lag了吗 道特说是 他是不是lag了 我是不知道 但他被抓掉存名偷支部 是真的 真的偷啊 好那Hura这边 是直接双射箭场 兵弓场 OK这个流程跟我们的很像 那都是非常迅速补下集射的流程 那由于我们的教学 是全文明通用的关系 所以会稍微卡下人口 便为了要点这个一集射 但是一手碧亚的话 他就不会有卡人口的问题了 这个流程是相当舒服的 好工兵已经四只出门 道特由于开局被杀三村的关系 这个会严重影响到他后面出马的 马的数量 好 这边直接把老鹰跟持后拿下 你想要尝试图门 直接搜一村 有没有可以 哇拿下了 好对着木门就是一顿输出 道特拿下少年一村之后 问他是不是lag 笑死 阿特这边 都往过来救援 都往过来 哇高手之间果然就是不停的打嘴炮啊 道特你自lag 道特急杀一村之后 也问少年 你是不是也lag 这画面很好笑 好 但这也是因为他们常常在赛场上面相遇 所以已经打出感情来了 所以我才可以平常可以这样嘴炮 大家在天地上千万不要这样做 这样是一件非常没礼貌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数量来到了11只的工兵 那5只赤猴 哈特已经补到这么多了 那很明显道特前起被抓三村的关系 赤猴数量明显不够 这里赤猴要赶快补 那现在法兰克人在封建世代还有个优势 就是血量上是54滴血 乔治亚现在只有45滴 要点下品种才可以反超 法兰克这边的肉马 的血量 好 那边法兰克人 并没有补下自己的 马凯 被受到有点痛 但现在对手已经来了 已经知道Hura这边的工兵在家里 刀头可能要赶快赶过来 有机会包抄一下 这里要往后包了 这里 哈特走到后面 刀头直接冲中间 这要先是后方弓箭手 弓箭手的数量先打掉 两边两边细节细节 临间团战 人就没有看到双打的 先打弓箭手没错 不要被弱马给适应到了 因为这时候你去点弱马 基本上是点不到的 因为人家会激动 像这样子 对 在团战打的细节 平时要先打工兵 不能先打弱马 好 刀头这里 弱马数量还是有点少 八只 但是这边法兰克人 弱马更少 停产弱马人 这边是想要偷进去升上去了吗 诶 真是要偷进去升上去了 这边道特 没有办法升城堡时代 但是哈特已经快要可以升了 法兰克前期的经济就是这么的好 但是哈特知道自己要升时代的关系 选择叫少年先后退 中后兵的工兵会合20只工兵 那现在 Era 这边也是选择了往前推进 工兵一直往前补 好 刀头果然补下了品种 选下品种 封锋剑时代弱马的血量 就可以打赢法兰克 刀头也很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但是现在对手完全没有想要跟对手打的意思 直接选择回家撤退 那现在 洛马可以去对方家里稍微绕下 偷抓一下村民 好 这边直接围一个万里长城 直接把这边给围死了 哇 这真是顶尖团战才做到事情 基本上打天梯野团 不可能是这样子围的 你的队友可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好 呃 现在往前推进 洛马 开始直接拆马就 既然你们没有军事上的优势 那我们就开始给你压力 好 这边就去开射 后面直接补大师想房子 再补了一个马就 好 这边反应非常迅速 哈特是选择了防守四的关系 后面攻兵过来 甚至两边都点下了城堡时代 只剩下DOT开局13寸的关系 稍微落后了一些时间 落后了大约20秒左右 好 那少年这边的攻兵数量 也来到了非常多 好 这一切也是在19分钟的时候 左右点下城堡时代 实在上跟我们的教学也是差不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里 落马 要小心 22只的攻兵 这里的落马数量 8跟10 而且 也是 后面的攻兵数量也是 但现在两边都升时代 应该不会想要开打 谁开打 谁就尴尬 除非自己攻兵的数量有优势 好 但是清奇并已经升上去了 二级马卡也要好 这波会打起来 可能会 上了吗 有二级马卡了 但是攻兵有点落后的关系 这边打起来第一时间交战 清奇兵会有点损伤 但是有二级马卡的关系 扛住人的力实在太好 直接正面吃掉了一些马 但是结果自己的马先被吃掉了一只 好 但是DOT的反应也是很快 马上把自己的奇兵给拉走 但是这边一直回头打不是很好 刚刚回头往回拉 现在DOT的肉马有点亏不成军 好 这里攻兵一定要出去应战了 二级射好了 一房子出门 黄金不能被控 出去吧 出去吧 又要这边 成功守住自己的黄金 但是后面的肉马已经开始在抓村民 抓得很开心 DOT好像D4没有看到 村民只能被迫反击 DOT这边又lag了吗 前面三只肉马在想要吸引火力 但是后方的新奇兵打得很开心 直接砍死掉了非常多村民 村民素降之道 跟DOT一样 只剩下37村 OK 两边的村民素被打出来 43对45 村民差距有点明显 好 这样子能看可不靠军事打回来了 但是村民弱势的时候 这个血球只会被越滚越断 这也是为什么四季帝国这么难入门啊 因为你一个失误 基本上整场就要被带走了 好 这边尝试用高地去反击 少年也没有掉水猩猩 那我们都在第一时间点下了蛋倒雪 好 这波骑士过来又砍掉了一些村民 现在HERA村民素还是在37村 太惨烈了 好 那伊索比亚这边攻击速度实在是很快 工兵射速 非常优秀 好 而且有蛋倒雪了 总有蛋倒雪了 那这边打骑士也不会打这么歪 现在30几只工兵 在家里防守 少年这边点下拇指盘之后 就可以考虑要去开TC了 那当然也可以去补射箭场 补到了三个射箭场 去量产数量 那也可以哦 直接就去3TC速农上去了 速帝王 点强奴 巨头 开菜 都是可以考虑的 这边就是比较常见的团战分支打法 不是开TC的话 就是3TC速帝王 会比较常见一点 那Hira这边时尚有点惨重 而且农田只上9片田 要速帝王速上去也不太可能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稳住自己的工兵数量 因为现在自己的主力是工兵单位哦 所以道德这边可以考虑开TC 稍微回弄一下 或者是要挖城堡 出来铲莫娜斯帕 但是挖城堡的话 肯定是会骑士数量会落后的 而且很伤经济啊 在这种团战的情况下里 谁挖城堡 谁劣势啊 所以现在两边都没有挖石头 道德甚至连TC也没有开 这边拉两只骑士 过去想要拖抓村民但好像没有动 好 两边再度走过来 看一下前方的情况 好 走推车也补了 现在工兵 出现 开始慢慢补齐工兵铠甲 Hira这边工兵铠甲也很难点下 150斤跟100肉 150肉 这也是沉重的负担啊 Hira这边甚至把自己肉 少到只剩下 欸 几片田 甚至出现了断寸情况 尴尬啊Hira Hira这边断寸 断了一些时间 好 这边 骑士一直在想要去吸收 箭矢 躲掉非常多的伤害 这边还是直接点后方的工兵吧 但工兵在高地的话 肯定是有优势 好 这边就要开打了吗 这一波道德想要做个包抄 没想到这里开始慢慢打得回来 Hira这边强攻打得非常漂亮 道德这边也是 但是这边TC要被盖好 但是TC要赶快收村 射一下 弓箭手 弓箭手被射掉了几只 三只倒下 OK 还有21只的数量 好 磁山过后 少女的工兵全速被击杀 现在压力轮到了哈特阵杀 哈特这边的骑兵数量也不是很多 因为自己透了3TC的关系 所以现在骑士数量明显输给对手 好 目前 玛雅人没有打算要单TC输帝王 反而是双TC开拢了 那Hira这边也是开了TC 开始回农 但是肉断的有点夸张 把双TC 两个TC 只有一个TC在运转 哈哈 那他赶快农喔 不然农田事量太少了 好 后面这里一个拦截 后面这一坨工兵 可能要被吃掉 道德赶快上去支援一下 往上拉 工兵回救 但还好两边的距离 并不是差距太远 32只工兵 再度会合 哈特在后面 想要再继续尝试抓 Vira这边过来支援的工兵 好 但这边也是成功 让哈特争取到了一些时间 第二波来了 工兵25次 哈亚人这边的工兵数量 慢慢重新序人起来 好 这边一过来 可以上高地 这波能打 但是道德没有直接想要上 还是想要先抓村民 还是先绕背 后面有48只的村民啊 等着去抓 这边直接撞TC也没关系喔 村民数这么多 只能尝试个人 但是如果直接硬上的话 对手也不会上罢甘休 这边就是看要不要下高地 下高地会有危险 上高地比较有优势 好 这边设计设得很开心 好 这边少年的工兵一直被拖点 但是Hira这边也是 两边都是互相点来点去 这就是世界级的顶尖团战 好 但后方哈特有一个BD路线 后方有两只骑士过来 但是被昌兵给挡下来 后方有僧侣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着想 好 这边开始有出现一点问题 透明被抓掉了一村 第二村可能也被收掉 哎 就活了下来 哎呀 残血的活了 结果只有两只骑士只抓一村而已啊 还想开心 好 那Hira这边再等第二头工兵过来 这样才可以补齐正面的工兵战力 不然对方的工兵数量有点太多了 好 这里被偷点到了一些 骑士的血量 好 哈特这边很努力的在弄 弄到了83村了 说明书领先到这边20几村啊 好 正面高地再次防守 好 持战过后 工兵数量两边被明显打了出来 现在看起来 骑士数量是 法兰克 也是李仙 浩特这边骑士数量 都能补了上来 哦 这波上来之后 应该能打得赢 哈特这里直接被贴了上去 工兵努力的把这些骑士点完 好 开始追杀后方的工兵 工兵还有28只 好 但现在哈特 骑士在后面 道特刚刚那一波骑士 包得非常漂亮 好 上高地 但这边上高地的话 最后哈特还是可以收掉 全部的工兵单位 搞定了 URA跟道特的联军 中午被戒灭 道年本来有可能被戒灭的可能 结果哈特的骑士 多于赶到 拯救了少女的工兵单位 好 现在大家的聪明树 开始也慢慢提升起来了 但是哈特的聪明树 还是领先 好 这一坨骑士 怎么又抓到了 哇 这个有点难受 好 骑士现在18只 要去道特家里晃一下吗 道特还没有挖石头 OK 继续出骑士 没问题 打法非常正常 好 那目前三根 城镇中心 应该要来3TC帝王了 太可能会再继续农下去 开4TC了 原来再开TC下去 帝王时间会更晚 那现在可以看到 目前玛雅人 早就已经升级到帝王时代了 那这边帝王时代 还有30秒 这时候才补下一几农田 好 游戏时间来到了开16分钟 现在哈特的骑士量 开始量产起来 帝王时代还没有补 好 这一波骑士冲进来 在圣旅后面遭响 逼退了 想要入侵的哈特 哈特这边的骑士 再继续想要抓村民 应该可以抓掉几村 哦 这里滚不动 直接卡住 旁边三三来迟 已经被砍掉了几村 游戏这一波有点惨烈 好 开始往前点A 然后尽可能的把这些骑士给收掉 这位骑士还活了50左右 好 这一波骑士两边也在开打 我先看到哈特的村民宿 是已经遥遥领先108村 骑士数量18只 还没有点下帝王时代 道德这边连帝王时代也很难点 现在支援量非常极限 现在偷点帝王的话 道德可能会被秒杀 所以不敢点帝王 好 后面这个骑士砍得很开心 两只骑士一直无双 一直在偷村啊 OK 这边抽屉树被拖到了有点惨 剩下75村左右 好 现在 点到帝王时代的 先点下强奴三级射 怕血还没有点下 好 怕血一步了 研发时间还有三十几秒 好 但是玛雅人早就已经升到了帝王 化学强奴三级射都已经研发好了 但是还好有强化教堂 跟城市中心稍微能守住 这波多谢 让道德的村民宿已经所剩不多 好 这波走进来 换Hira这边偷抓一下 少女的村民 诶 这波多怎么都残血了 好 本来这波还是可以拿下 好 上方这一坨骑士抓到强奴 这一坨强奴应该可以吃掉 太舒服啦 道德 好 那少女这边强奴的数量 一直被偷的话就会很危险 但是还好 看起来暂时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后面这一坨强奴已经走了过来 我想说那坨强奴怎么不见了 原来走到了Hira家的后方 直接又抓掉了几村 这路线非常漂亮 这里有个大地之母 正在帮帮Hira的家里 但这个咬的有点辛苦啊 怎么咬都是一滴血 好 走到了城市中心 现在Hira家里也是受到了强奴骚扰 但是自家也是出现了问题 少女赶快把强奴的数量补了起来 好 法兰克人补了一些骑士往前 这时候先到帝王时代 三房先点 好 结果强奴直接站在这个位置 两边互相伤害 那看起来Hira这边的强奴数量是 有点会射出对手的哦 这个有点下水角 好 水角有点好吃 冬冬骑士补下 道特这边是继续补生女防守 好 但强奴过来直接正面迎战 Hira的强奴震 强奴震在家里的问题也被解掉了 但这一坨强奴问题还没有解决 Hira一直在拉强奴过来解 但是好像受不住打出了拒绝 我们恭喜少年跟HOT拿上比赛的胜利 哇 道特这个开局 LAG死三村 到底是不是LAG不好说 好 偷支部 然后死三村 真的是血亏啊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是有马亚人 拿下木材上的车里 还有黄金 这是工兵团战的荣耀 木材跟黄金赢就是非常顶尖的意思 虽然道特减了四生物 但是没有办法打到后期 这四生物有减跟没减一样 所以在团战来说 生物并不是这么的算是重要吗 当然如果能打到后期的话 还是有差的 但如果打到中后期的话 团战还是可以跑贸易的 所以这生物到底要不要减 我觉得有点看战况 如果你的战况允许的话 减一下是无伤大雅 但是已经类似的情况下 再去减生物 要晚回来的话可能是有点困难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好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 拜拜